小朋友跟着台前的老师左右摇摆 唱唱跳跳模样相当可爱 这是在卢凯族的传道者 马拉优马所创设的伯特利托育机构 不过这个托育机构 虽然环境消防安全问题已经逐渐改善 但实质不合格的问题 让伯特利处于不可法的状况 这些年我们真的也是很辛苦 那因为连续收到发单 所以我们常常逃亡 在逃亡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放下来 博特利不会结束 还好在民国96年的时候 我们遇到至上 财团法人至上社会福利基金会 知道博特利托育机构的问题 出面给予协助 帮助博特利改善托育环境 也协助先有教师的老健保给付 并带着创办的传道者 马拉优马到各个公家机关 申请立案相关文件 更举办了都会区原住民族幼儿照顾的论坛 标记了个专家学者来共同探讨都会原住民幼儿的照顾一题 当孩子或是家长移居到都市的时候 那么都市的孩子你要怎么照顾 那他的福利要怎么 他的文化跟福利的权益要怎么样被保障 我觉得这是现在法令应该要去检讨跟思考的 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希望让博特利成为一所原住民非盈利的幼儿园 由原住民籍的教师来教导下一代孩子 也让孩子能在自己的文化中受到呵护照顾 记得咱们在新北市无故采访报道